拿著獎牌開心狂歡 台灣設計師蕭青陽 奪下台灣第二座隔萊梅獎 興奮參與得獎者聚會 也忙著慶功 一共入圍七屆 歷時十八年蕭青陽總算走上隔萊梅舞台 奪下最佳唱片包裝設計獎 這一次牽著女兒上台領獎 得獎作品是蕭青陽拍攝 新北市淡蘭古道影片延伸的音樂創作 安排傳統戲曲的樂師現場演奏 並錄下愁迷鳥叫雨溪水 並包辦裝正設計 一部帶戲有外型出發 用一張紙裁切出一層一層 蘊涵蛇腹老相機的概念 來接受鼓勵 我覺得我真的很享受 每一次來格萊梅的時候 然後但每次都很有信心 都會爸爸有信心 蕭君田七歲時 就陪著蕭青陽一起出席 格萊梅頒獎典禮 如今十八年後 蕭君田參與作品製作 與爸爸一起成了得主 共享榮耀 TVBS新聞 我們上面在紅衣廳台報導